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热爱 作为一名说唱歌手也有年头了 今年我已经32岁了 所以在你们的面前是一名大龄说唱歌手 非常稀少的一个物种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中年的说唱歌手 看到我们的题目叫做《寻》 确实我有很多的感悟 想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开始之前我其实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 就在几年前吧 我的一个朋友 可能那个时候我的事业发展不是特别的好 我的朋友就给我一些建议 他说Mercy你知道作为一名说唱歌手 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说什么呢 他说你呢没有个性 你不够aggressive 你没有攻击性 你总是很谦和 很温和 对吧 你还搁这儿装乔布斯 The rapper都得是那种非常有攻击性 game game那种 对吧 你不是 然后我觉得有道理 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过了这些年 我的性格其实没什么变化 我依然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我的音乐里面 我写一些对行业的观察 对成长的反思 人生的感悟这些东西 但我发现大部分说唱歌手的歌 好像都在写 我最棒 我最酷 我最帅 You are nothing game game 这时候我在想 那是谁更没有个性呢 是谁更没有个性呢 不要着急下结论 我们翻过来想 如果有一天我很成功了 然后很多人年轻的说唱歌手 在效仿我 大家也开始写 对人生的反思 对成长的感悟 人生的大道理 这个时候有一个 很年轻的 很自信的小伙子 他在歌里面写 我最自信 我最有态度 我不在乎你们任何人的看法 我最棒 那这个时候又是谁 更有个性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 在我看来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所谓的个性 因为 如果学过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知道 个性和共性是变证统一的嘛 谁也不能脱离对方存在 所以作为一个说唱歌手 或者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在我看来个性一点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你想怎么样选择度过自己的一生 其实每一个成功的rapper 都不是靠耍个性成功的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精力 放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 自己职业的规划上 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我们非常真诚的去做一些表达 当然粉丝通过一些作品 然后归纳总结了一下 我们不同的个性 所以在我看来 我当时那位朋友说 我不成功是因为我没有个性 这个是典型的逻辑错误 归因错误 对 我当时没有很顺利 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 创作能力和演唱技巧 还不够成熟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把所有的 全身精力放在音乐上 那现在我把我的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音乐上之后 其实反而我是完全抛掉了 那个所谓的个性 所谓的张扬自我的这样的概念 我只是很单纯的 从我的直觉出发来进行创作和表达 因为如果你要寻找人生前方的道路 对我们是主题叫寻嘛 如果你要寻找你人生的彼岸 但是你都没法把你的目光 从你自己身上移开 你怎么样能看到前方的路在哪呢 所以在我看来真正的 要寻找自我的第一件事情 你恰恰应该丢掉自我 丢掉那些没有必要的ego 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恋 还有自我欣赏 那古希腊神花里面 有一个很帅的帅哥 他叫做纳西索斯 那他因为长得很帅嘛 然后有一天他路过一条河流的时候 他就看着这个河流里的自己 他一直在看看看看 然后最后他就掉到河里面 淹死了变成了一株水仙花 就是这个自恋情节 narcissism这个词的来源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一直沉寂在过度的自我关注 自我观赏里面的话 其实你的人生是寸步难行的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 是因为在我看来太多的人的人生态度 特别像是那种1399小游戏网站上的 第三人生变装游戏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生态度 怎么讲呢 我给大家取个例子 我们现在把眼睛闭上 然后幻想一下自己未来十年二十年 自己的人生道路 好你脑海里的画面是什么样 脑海里的画面肯定是一个你自己的形象 对吧 很帅或者很漂亮 然后穿上了你一直想买 买不起的潮流的服装 或者是奢侈品 然后获得了你一直梦北一求 想要的头衔 百万的年薪 你的dream car 对吧 还有一个完美的另一半 很多人幻想自己未来是这样 那这个和变装游戏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个高端真实吧 QQ秀吧 对吧 那为什么这样不好呢 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态度是一场第三人称变装游戏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静止的 是静态的 而且而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总会发现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困难 你最终没有成为这个第三人称变装游戏里的自己 你就会很失望 你就会陷入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当中 然后自暴自弃 然后把时间浪费在追求那种短暂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当中 哼哼哼哼度过自己的一生 就很悲惨的 好像很多人是这样 对吧 那这种第三人生的人生态度呢 它其实是一种不流动的 是一种静态 它无法传练成自己的一生 说到这里 我就想说在2022年 也就是今年 我做了一张我自己的专辑 叫《异乡人》 那这张专辑做出来以后 我还是挺满意的 自己觉得不错 然后做这张专辑之前 我就陷入到了那种第三人称的变装游戏的人生态度里 我的脑海里就有一个第三人称的自己 通过这张专辑一举获得了各大奖项 然后非常的成功 得到很多赞许 然后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说唱歌手 但是当我开始认真做这样专辑的时候 这种想法其实都会被抛掉的 因为我每天要想的事情就是 我今天先得定这张专辑的主题 明天我要开始第一首歌的编曲作词 后天我要开始这张专辑的录制混音 大后天我开始下一首歌 再后天我要去沟通专辑的上线 一堆事情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一步一步一步的完成了我的专辑 我走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 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 我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我早就忘掉了那个第三人称世界里的 靠这张专辑成功的自己了 但我也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当我完成了这段人生之后 我就会发现 名利不是人生的结果 最多算是人生过程中的小奖励吧 人生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亡 没什么意义 但是你可以拥有一段人生 自己去体验它 那就像我刚刚说 第三人称的变装游戏是静态 但你的人生是动态的 是流动的 你每时每刻 你当下你都需要做出一些决定 做出一些行动 而这些行动叠加在一起 才能成就你的人生 那又说回这个乔布斯 因为我时常会做一些 在别人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行动 但我自己并没有这么想过 之前有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 我为大家表演了 我自己发明的国际鱼freestyle 然后可能在座的各位不太了解 什么是国际鱼freestyle 首先这个名字是我编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听到一个节奏的时候 你下意识地先去进行一个节奏创作 不要填词 就是比如说 对吧 我没有歌词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 但是我当时这么做完以后 得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认为我 在一个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这种东西 有点玷顾Hepop音乐 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 所以在他们那么说我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表演 今天在TD的舞台上 我就表演了我的国际鱼freestyle 谢谢大家 但我这么做 很多人觉得我是哗众取宠 我并没有 我这么做是因为在那个关口 我的第一直觉告诉我 这是一个音乐人 面对音乐的第一创作动机 我没有在那个时候 把自己放在一个第三人称变装游戏里 我在一个综艺上 对我要完美 我要天衣无缝 我要唱一段 实际上已经背了整整一年的歌词 然后告诉他说 导师刚才是freestyle 对我不想那样做 我想真诚面对自己 所以我这样做了 很多时候别人给你的一些评价 别人给你的一些标签 一些定位 那只是别人给你的 因为以前我有做自媒体 做一些关于hip hop音乐的讲解 所以大家都尊称我一声 门老师 就有很多综艺节目 包括一些比赛 请我去做评委 请我去做主持人 点评人 你懂的 乐评人 但我都拒绝了 我不想去 因为我不想活在别人给我的这种标签当中 可能说我之前在做乐评这件事情上 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或者被大家看到了 但我不会沉寂在那个角色当中 我要我继续 我的人生往下走 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做音乐做专辑 我就做音乐做专辑 就像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 因为你太爱他了吧 你很想得到他 有害怕失去 就总会让你原地踏步 不敢迈出一步 但实际上爱一个人 并不是为了拥有他 霸占他 而是因为你爱这个人 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想让自己的人生继续往下走下去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成熟 更完整的人 我知道在大家这个年纪 大家都还是蛮迷茫的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也特别的迷茫 因为大学毕业 不知道该做什么 当时我真的超级迷茫 不像你们还是很有精神面貌的 那个时候我也不刮胡子 也不洗头 很颓废 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 说你不要再颓废了 你照一下镜子吧 你又不是金城武 所以我面对了这个现实 我的人生不能沉寂在那种 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观赏当中 不管是一种自我欣赏 还是一种自我哀叹 当你迷茫的时候 你更应该去迈出你的脚步 如果不是因为迷茫 我也不会去创作 如果不是因为迷茫 我也不会去成为一名说场歌手 即使你今天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 你选择一个方向走下去 哪怕它和你最终的目的地 方向正好相反 这个地球是圆的嘛 只要你走得够远还是能到达你的目的地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支持地评论的 就当这个比喻 你就不要去理解它了 了解一下背后的寓意就好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为自己去做一些行动 做一些决定 即使你很迷茫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 也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也不要去害怕未来 也不要去过度地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当中 我们应该把那些包袱都丢掉 我们应该轻装上阵 一步一步地走出你自己人生的道路 当有一天你走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你获得了一些成绩 获得了一些荣誉 别人给你诉了一座雕像 都在赞美你 欺赏你 这个时候你走到他的面前 指着那个雕像说 这个破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我 是你们眼里的我 真正的我永远都在路上 谢谢大家